诺鲁对人交声明 特别提到了联合国的 2758号决议这件事情 其实这恐怕更重击 台湾这件事情 因为2758号决议 就是当年联合国决议 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作为中国代表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台湾其实不断地宣传 就是说诺鲁要大钱 所以台湾不愿意 金元诺鲁 所以诺鲁才会转向 然后去跟中国大陆建交 如何如何的 诺鲁这件事情 对于台湾 其实在谈国际生存空间来讲 其实是一个重击 事实上 现在所有的国家 他们在决定 他们的外交行为的时候 他们的考量点 已经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 就是钱就解决了一切 他想象的都是综合利益 那个综合利益包括了 在联合国当中 他们可能需要有一些案子要推动 比如说以诺鲁来说 他最大的危机是生存危机 气候变迁 海平面的往上升 估计最早会淹没的国家之一 诺鲁是其中之一 所以在气候变迁议题上面 诺鲁是需要很多的外界关注的 而这个关注不只是海平面上升 还包括了他们为了生存 所以他的包括了提防 这些相关的基础设施 那是他们的生存危机 而这个时间点又刚好碰上 澳洲减少了对诺鲁的一些援助 那美国在这些事情上面 根本无能为力 他没办法帮助诺鲁 就算他给了一些钱 可是他没有办法帮助 诺鲁做这一些基础建设 所以诺鲁的考量 既有联合国的因素 有气候变迁的因素 还有在他的生存上面的压力 美国在全世界 我必须说 当他把台湾作为 对抗中国大陆的棋子的时候 他们会动用他们各方的力量 去强迫各个国家 不可以跟台湾断交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概被约束的最厉害的 比如说南太平洋当中的 比如说马上尔群岛 帛琉 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中美洲的瓜地马拉 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那么南太平洋的禁足这件事情 对于美国的战略地位来讲 影响是大的 因为翻开地图你就会知道 诺鲁其实距离 那么美国所设定的第二岛链 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美国显然在南太平洋 这个部分是落败下来了 那我们就要来看 吴钊燮为什么那么的愤怒 事实上吴钊燮在这件事情 发生的时候 他人还在海外 意味着是他根本没有察觉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或者正在进行当中 去年10月的时候 民进党政府特别邀请了 诺鲁的总统来到台湾 那当时在台湾玩得很愉快 可是回到了诺鲁之后 他很快地在国会 就以不信任案推翻了 然后接着选出新任的总统 当时其实台湾就在批评说 我们对于诺鲁的现状 显然是有很大的认知落差的 如果知道说 他已经酝酿着国会 要将不信任案推翻他 在这种前提之下 怎么还会邀请他来台湾 然后隔两个月就被打脸 那么可是这件事情 当时吴钊燮这一些 所率领的这一些官员们 还信誓旦旦地说 新上任的总统 比前任的总统更亲台湾 所以不必担心 跟诺鲁之间的关系会有影响 但是现在就证明了 不但没有更亲近的关系 显然我们对于诺鲁的正情 包括了他的前任总统 到底是不是扶名望的一位总统 以及现任总统的态度 都不曾有一丝丝的掌握 事实上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欧洲反而说 他们事先已经知道了 当然澳洲知道是有道理的 澳洲当然自己知道 它其实停止给诺鲁 很多的原住 对诺鲁的生存影响是非常大的 可是澳洲既没有通知台湾 诺鲁的现状 我们又无从掌握 所以整个在体系上面 崩溃无能的状况 是非常严重的 它更反映出来就是 那么整个的对外体系 重心点都放在以美国为主的 各个领域的一个开展 那么美国以外的事物 哪怕是它的邦交 明明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都不花任何的心思 而这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前年台湾为了要拉拢立陶宛 然后去挂一个以台湾为名的 一个代表处 总计前前后后12亿美元 那么当你可以为一个没有任何邦交的地方 然后就花12亿美元的话 那这一些邦交国自然就会想 你为什么对我如此的吝啬 所以它既有两岸角逐的一个骨牌效应 事实上它也有中美在全球 这种区域竞争当中 美国都守不住的一个骨牌效应 同时还有台湾在资源分配上面 错置所导致的这一些不换寡而换不均的 这一个骨牌效应 台积电已经统计出来 它在2023年的总营收 那么跟2022年相比 同比减少了4.5% 当然这个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国际上面在2023年 其实整体来说就电子资讯产业而言 它在AI以外的项目当中 其实都有一个快速要去库存 就库存过高 所以要将去库存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所以这个减少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都还算是大家预期中的事情 但关键来了 关键在于对于未来的预判这件事情 现在在台积电内部 其实传闻非常的多 18号就是台积电的法说会 法说会当中 大家要观察台积电 它的第四季毛利率会不会往下降 我们知道说 就一家公司要赚钱而言 营收很重要 可是毛利率更重要 我做100块的生意 毛利率是50% 那我可以赚50块钱 如果我的100块的生意当中 我毛利率只有30的话 那我只能赚30块钱 所以同样的100块钱营收 毛利率越高的人 当然赚的钱就越多 台积电过去在台湾的电子产业当中 毛利率一直都算是拉得很高的 这当然跟它的技术创新 它的先进制程是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来说呢 它的毛利率大概可以介于55%上下 如果是毛利率降到这样子的话呢 它意味着背后可能有很多的成本问题 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改变 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呢 跟它恐怕现在的董事会的大改组 是有很大的关系 毛利率之所以会往下降 不是因为台积电的先进制程 好像这个技术不够啦 没办法竞争跟别人 要消价竞争 不纯粹是 在先进制程的部分 不管是三奈米或四奈米 它目前人就是一支独秀 领先三星跟英特尔 但是它在成熟制程的部分 其实已经面临到中国大陆的 这个强烈竞争了 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 它为了要去迎合美国的要求 迎合德国的要求 日本的要求 所以它的海外设厂 使得它的成本大幅度的上升 不是只有营建成本高而已 生产成本其实也非常的高 很多人都已经提过了 台积电呢 它的亚利萨纳州凤凰城的 这一个厂 它的成本总建造成本 大概是它在台湾成本的两倍以上 而它的生产成本 可能从1.5倍开始起算 甚至于要更高 当然它今年之内 在这个亚利萨纳州的这个厂 是不可能量产的 而另外它在日本 其实也有投资 雄本的投资 今年可能开始要量产 虽然这是成熟制程的 另外它还在德国的这个投资 那这么多的投资 就使得它的资本支出 大幅度的增加 可是换算成为你 实际上面能够获利就减少 所以海外投资影响到它的毛利率 这是第一个观察点 第二个观察点 就是它今年的资本支出 还能够大幅度增加吗 困难度恐怕非常的高 为什么会有这一些话题 我们就要回头来看 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英 其实他的年纪并不大 他把他的位置 然后让下来了之后 留下来的是执行长魏泽家 魏泽家执行长 对不起他的年纪 其实还比刘德英大一岁 可是他要宣布退休 说他要好好的 过自己的生活了 因为刘德英 他是负责跟美国谈判 然后负责去拍板定案 到美国设厂的 熟悉台积电的人都知道 他的前任董事长 也就是他的创办人张宗谋 对于在美国设厂这件事情 从头至尾都反对 一直到今天为止 他都不看好在美国的投资 那刘德英当时压力非常的大 其实包括了台湾跟美国的 政治压力都很大 他最后拍板定案 到美国设厂 那么可是他拍板定案 到美国设厂的时候 他所有的条件都没有谈妥 比如说美国到底要补贴 你多少钱 不知道 然后美国可以提供的协助是什么 最后现在看起来没有协助 甚至于遭遇到了工会 极大的刁难 当地政府也对于台积电 可能引进的是台湾的工人 然后提出了很多很苛刻的要求 所以你什么都没有谈好 工会没有谈好 地方政府没有谈好 就连联邦政府都没有谈好 到目前为止美国到底会不会给台积电补助 多少补助都不知道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钱都已经花下去了 而且成本非常的高 建厂的过程是延宕到现在 所以刘德英他必须要下台 而他下台之后呢 台积电才会有足够强硬的立场 去跟美国政府来谈判 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 要求包括了台积电 包括了三星 必须要将他们的先进制程到美国 去设厂然后去生产 现在三星是没有动作的 而台积电乖乖的去设厂之后 目前看起来 不但没有得到说 口头上的这一些补助的这些方案 相反的我们看到 美国的晶片法案当中呢 它实际上面补助的对象 还是美国自己的公司 那么台积电到现在能够拿到多少 我们现在还不晓得 你就知道说 陪了夫人又责兵 其实有一些人真的是一厢情愿 就相信美国呢 一言九鼎 这个一诺千金 可是美国政府反反复复的事情 已经是太常见的了 因为政治永远会影响美国 他的这个反反复复啦 来来去去 台积电 我觉得当初也可能有很多 民进党政府的压力 所以他过于相信美国政府 而今天呢 进不得退不得 那么反应在的就是呢 他过去非常好的良好表现 现在看起来 在地缘政治 在中美竞争的压力之下 他完全没有办法争取 自己公司的最佳利益 这其实是对于股东 最不负责任的一件事情了 自从疫情结束了之后 那么台湾呢 这个可以这个比较自由的 对外旅游啊等等的 就发现 1月到11月 那么台湾呢 出境旅游的人次 超过千万人 1,074万人次 但是呢 海外到台湾来旅游的人次 不过就是567万人次 两者相差 应该是达到了500万人次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差距 当然这里面旅游非常的多啦 第一个当然是 对于路客 还是有很多的限制 没有办法开放 在2015年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是两岸旅游的高峰 那时候呢 大陆的朋友们 大陆的这一些同胞们 来台湾的旅游人次 就超过了400万人次 所以你看 光是差这400万人次 就差非常的多 而第二部分差距呢 其实来自于日本 台湾很多人都觉得说 日本是一个有钱的国家 所以呢 这个两岸之间 只要任何一个地方 出现了卡关的一个情况呢 就说反正找日本人来补就可以了 你后来就会发现 根本补不起 日本今年 来到台湾旅游的人次 是非常非常少 远远不如2019年 疫情之前 为什么 因为 其实日币的不断贬值 使得日本人 根本不敢到国外去旅游 同样的情况是 两岸之间的农产品 有很多的卡关 台湾不愿意去面对 这里面的病虫害的问题 以至于很多的水果 没办法销到中国大陆去 那大家就说 啊 没关系 销到日本 日本一开始的时候 好像也表现出一副很欢迎台湾水果的样子 但事实上呢 去年一整年 台湾销往日本的农产品 整整衰退了16% 幅度是非常大的 因为日本人 其实对于海外的这些商品 的消费能力已经降低了 再加上台湾没有参加RCEP RCEP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关税的降低 那么里面其实包括了农产品 所以台湾的农产品出口到日本 其实是要可比较高的关税 那相对于东南亚的这些热带水果 我们的竞争力就相对来讲比较弱 从大陆的旅游来看台湾的旅游 最近其实呢 台湾的新闻当中 也会不断不断的去讨论说 大陆的文旅局门 哇 一颗一个非常的火 当然从尔丁的火开始 但是不是只有哈尔滨 我大概注意到呢 在过去的两三年的期间 其实各地的文旅局 他们其实就很擅长去拍影片 然后用影片的方式 吸引各地的这个 就是大陆各地的旅客呢 然后去旅游 那我就注意到了一个现象 李强他在达沃斯的论坛 去演说的时候 他提到了一个事情 其实对我 恰恰就是我这时候在思考 大陆市场的一个问题 那么他说中国市场 那么过去呢 这个市场是有没有的问题 就只要有商品 只要有消费 只要有旅游都好这样子 可是现在呢 因为这些中等收入的人 已经大幅度的增加 现在大概四亿人 未来变八亿人 他们对于消费品质 已经开始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未来呢 会走向的是好不好的问题 那个反应在旅游上面 也是如此 就对品质的要求 一定会大幅度的提升 我不是到此一游就好 我应该要有一个 更全面性的体验 就体验经济在这里面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这些影片啦 这一些你可以讲噱头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 这一些热闹的这一些话题 它可以先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这个吸睛 吸住眼睛的这个视线 接着呢去找到这里面 可能最适合我体验的点是什么 体验完了之后呢 那么在大陆的微博上面 我相信就会有 非常非常多的讨论 那品质是不是符合我的想法 所以它是先从有没有 然后先走到了 就是我吸引你来注意你 适不适合你的体验 而最后呢 见真章的会是好不好 这样比起来 我觉得台湾的官员 各个都端坐着 然后我们在谈 这个台湾的观光旅游的时候呢 思考的核心重点呢 其实都是说 哎呀我给 哪一个地方来的人补贴啦 这边补贴500块 那边补贴1000块的 然后要不然的话呢 就是我们请一些 这个明星啦 然后去做代言啦 就台湾的观光想来想去的 就是这一些 我觉得比起来 大陆很多的婚旅局 第一个他们真是没有偶包 没有偶像的包袱 就该怎么样子挥洒出去 就怎么挥洒出去 然后各种创意都可以尝试 这一点其实也是台湾 真的很值得去学习的 其实即便在政治上也是如此 年轻人是不喜欢有包袱的人 他们喜欢的是 当你丢掉包袱 我不会看不起你 但你丢掉了偶像包袱之后呢 我更清楚的知道你是一个 就跟我很贴近的事物或者是人 所以那个丢掉包袱 然后尝试各种创新 我觉得这一个部分的创新能力 其实才是台湾 真的很值得去学习的地方 台湾现在的政策 看起来是今年三月 应该就是可以开放台湾的团客 可以到中国大陆去旅游了 那这个部分很热 按照目前这个旅游业者 这边回报的讯息来看的话 订购量其实都已经爆满了 可是另外一方面是 这个是我们的出境 但是入境的路客这部分 到底能够开放到多少 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看不出来 有开放的迹象 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的观光业者 非常怨叹的地方 就是出境这个部分 对他们来讲 固然是一个商机 但是入境 它是更广泛的一个商机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两岸人民 我觉得在疫情期间 停止了交流 停止了认识 是一件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两岸是很需要 好好的彼此认识 台湾现在大部分 都是借由影视节目 来认识中国大陆 当然我觉得那个 是有一部分的正面影响 但是那是不够的 人跟人的交流 其实对台湾来说 此时此刻真正认识 完全不一样的 已经有很大变化的中国大陆 其实对我们来说 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啊 嗯 是 是 有